他有要出養 因为阿嬷她实在没有 积极的秘密在补伴这个小孩 我朋友的妈妈 就是看她的情报 她因为照顾她已经有点感情 她有点舍不得 所以她才一直在跟外婆讨论说 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做 都有感情了 却还是因为出养留下汗室 可想而知 前保姆有多难受 现在卫福部也韩文儿福联盟 暂停新收出养儿童 议员质疑新北社会局失能 甚至沦为拜托民间团体的角色 失去主导权 卫福部也对此提出六面向检讨 地方政府应该还是要跟整个 受出养媒合机构 要有更紧密的一个合作 那不是做了出养的一个决定之后 就停止了相关的一个服务 不是出养后就不管了 卫福部提出六点 像是出养必要性应由地方政府评估 不应将评估媒合暂时安置 及收养后的访试工作全部交给民间团体执行 儿童也不能仅因家庭经济因素出养 应该提供家庭支持与经济协助 另外还有强化保姆机制 访试及访员的敏感度 还有幼儿专责医师 中央地方得赶紧补破网 才能成为儿童真正的靠山 下期训练猛化群 请不吝点赞